女生常說甜點是第二個胃 我說甜點是我第二個人生 我想跟你分享我用影像記錄的甜點人生 歡迎收看我的新人甜點影像日記 一轉眼呢這個過年又快到了 想好呢今年要送什麼伴手禮了嗎 那今天呢我要來分享一款 在家裡用烤箱也能烤出美美的年糕喔 重點是這個做法超級超級簡單 只要用手拌一拌攪一攪就可以完成囉 好啦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你才不會錯過我每次上傳影片的通知喔 好了嗎 準備好你的紙跟筆做好筆記 我們要開始囉 首先我們把紅糖 雞蛋 奶水 攪拌均勻 攪拌到這個紅糖啊完全的溶解以後 我們就可以加入這個糯米粉 攪拌均勻 再來我們拌入植物油 攪拌到完全沒有粉粒的狀態以後 就可以再加入我們一般市售 然後買到的或是你可以自製的紅豆泥 把紅豆泥完全的攪散以後 再來我們就加入蜜紅豆粒 那把紅豆粒稍微攪散以後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然後我們在這個四吋的烤膜裡面 噴上烤盤油 防止沾黏 再來呢把麵糊平均的填入烤膜裡面 就可以烘烤了 喔對了 在烘烤前啊 在鐵盤裡要記得加水喔 那烤完的年糕呢 就會像這樣子 非常有彈心啊 先從水盤裡面把年糕取出來 就可以倒蓋脫膜囉 喔 你看看這個切面裡面 這個滿滿的紅豆粒是不是很厲害呢 而且吃起來非常的香濃啊 紅豆甜而不膩 那口感呢也是非常的Q彈 但是不會黏牙喔 有空一定要做來嘗嘗 那這個過年送禮啊 其實也是不錯了 好啦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還有分享出去喔 新人的甜甜以向日記 我們下禮拜見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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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絲 我們下降到信區 我們下降了 總之 這邊 有關 一段時間 喔 在訪問